下一個用來鑒別我們礦物的方法叫做晶形 但是我們因為很複雜 所以國中就很咕嚕 就是因為我們前面說它是晶質嘛 所以它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嘛 那因為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就會排出一定的形狀嘛 就叫做所謂的晶形 那我的排列方式都沒有教了 那形狀當然也不會教啊 因為就不知道長什麼型嘛 你知道你說晶形就對了啦 所以排列形狀就OK了 可是自然界因為那個環境的關係 因為什麼什麼的關係 不見得會長得非常的好 你看這張照片的左邊這叫黃鐵礦 左邊長得好的 黃鐵礦是一個地方體的形狀 它就會長得非常漂亮 一顆一顆地方 這不是人一顆的喔 就自然就長這樣喔 不是人一顆的 就自然就長這樣 這叫做長得好 右邊就長得不好 你看起來稀稀真正的臉 看起來都不太出來 所以自然環境中不見得可以長得那麼美麗 沒有關係 那麼下一個叫做 解禮 解禮呢是受力之後容易沿著某一個方向破裂 這個性質稱為解禮 我們也是隨便帶過去 因為他的情況會跟他的組織有關係 可是我們國中是不討論的 但是我們可以大致上舉這個例子 幫各位做說明 大致上舉這個例子 幫各位做說明 好 同學現在住在這裡 我現在把他抓起來 只有他被我抓起來 跟旁邊都沒關係 但假如我現在要求同學 左右旁邊 手勾手勾得緊緊的 死都不可以放 我是一拉 整條都被我拉下來 容易沿著這個方向的破裂 有這個方向的解禮 聽懂嗎 反過來 現在要求同學 後面同學要熊抱前面同學 抱得緊緊的死都不可以放 你就爽掉了 然後我這樣用了一拉 整條都被我拉下來 容易沿著這個方向的破裂 有這個方向的解禮 OK 所以我剛才想說 這個解禮的性質 跟他的組織構造會有關係 但是這種偉大的學問呢 我們國中就當做 不知道就好了 我現在告訴你 所以我們就簡單帶過去 但是呢 你要背 方解石有三個解禮 雲母有一個 死因沒有 尤其是 雲母有一個非常發達的解禮 是特要背 因為他是雲母的特徵 雲母的重要性質 雲母有一個非常發達 發達到 用眼睛看 就覺得是一片一片的 用指甲輕輕一撥 就一片一片的掉下來 所以他有一個非常發達的解禮 雲母那個重點 背下來方解石有三個 雲母有一個 死因沒有解禮 這個是要背 解禮 OK 那這兩個請你分清楚 因為他中文念起來都一樣 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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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念做解禮 解禮 但是不一樣 都不一樣 一個是分解的解 一個是節目的解 分解的解 不是我現在教的 節目的解的解禮 我要後面才要教 這兩個玩意兒有很多不一樣 但是我們掌握重點不一樣就好 破掉的玩意兒不一樣 節目的解的解禮是岩石破裂 分解的解的解禮是礦物破裂 所以一個是岩石破掉 一個是礦物破掉 破掉玩意兒不一樣 還有別的不一樣 我們就要特別跟各位講 重點分清楚 我嘴巴上讓你講分清楚 但是考試考的機會很少 為什麼很少 因為上面那個節目的解禮 課本幾乎是沒有教的 等於是一句話代表沒有 我會教多一點 可是課本等於沒有教 因為課本等於沒有教上面那個節目的解禮 所以就不太會分什麼這個跟那個 但是你還是要給我分清楚 什麼是節目的節 什麼是分解的節 一個是岩石破裂 一個是礦物破裂 把這兩個玩意兒分清楚 OK嗎 OK 很好